你们知道日本人为了让你多吃点猪排有多平晚 去年吃了一个超厚的炸猪排盖饭 里面的肉不仅没熟 吃起来还没什么味道 于是这次同事就给我约了一家 点一份就能吃到各种不同口味的炸猪排店 这本来开门了 就这么多人开门 还有五分钟 为了这一顿我连早饭都没吃 没热的人只能吃这些 大家有计划吗 计划 计划 不跟我说这是售票机 我还以为它是台电视机 本来以为像我这样小鸟味的女生 只要点一份200克的猪尖里鸡肉就够了 这位子也太宽敞了吧 桌上还放满了各种奇奇怪怪的调料 知道小姐姐跟我说桌上的调料可以随便用后我才知道 原来她说的不同的味道只都是调料 那就先来点特制炸猪排酱 那就先来点特制炸猪排酱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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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红柿超红柿的特制炸猪排酱 超红柿的特制炸猪排酱 这种后果就刚刚好 至少塞得进去 一直很好奇猪肉跟芥末是怎样的一种搭配 直觉告诉我加点酱油会更完美 调的酱油跟芥末上来吃寿司 果然芥末还是得跟寿司比较配 那么快就没了 饭还有那么多 我再给点一份 一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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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也没有 真的 今天 这份 200g的製品 这份 一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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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意思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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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姐姐推荐我加点黄芥末 配着洋葱酱一起会更好吃 我怎么就这么不信呢 肉超纯 外皮套的焦脆 虽然没有炸猪排脆 但还是很下饭 最后一口饭 小姐姐还担心我又吃不完 说等会可以打包 就这点肉 还用得着打包吗 饭是吃完了 还有一碗菜 我跟厨师哥哥的距离 就一面玻璃的距离 真的超级近 所以我吃饭 他只能远渐渐的看着我去 两盘肉刚刚好 再多我就吃不下了 离开前别忘了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待